最终评论以您评心而论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我们今天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俄乌军事冲突 今天是俄乌军事冲突第76天 拜登签署了租赁法案 这个租赁法案将会让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 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五角大楼就指出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资金 将会在五月份彻底耗尽 什么意思 没钱了 没钱再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了 需要拨款 在这样一个当口 美国总统签署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租借法案 既然没钱了 我不可能再拨钱给乌克兰 所以我需要借钱给乌克兰 这就是租借法案 相信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知道 租借法案在二战期间 美国人就是拿这个东西来针对盟国 那个时候呢 确实也奏效 现在美国是故技重施 用租借法案来给乌克兰 也就是我给你的所有东西 我都会明码标价 我都会记在我的账本上 俄乌军事冲突结束之后的话 乌克兰必须要给我 照单来付钱 连本代息都必须要给我钱 我们和大家就来看一看 这个租借法案呢 它主要针对的是两个对象 一个呢就是乌克兰 你们这些国家如果需要武器装备 我可以借给你 实际上就是租赁的概念 你得给我买单 另外就是北约的东欧国家 北约东欧国家像波兰啦 捷克啦 斯洛伐克啦 这些国家其实也都很穷 既然穷的话可以考虑 也使用租借法案 来从美国获取更多的武器装备 这些呢都会让美国成为一个地主 成为一个对外不断放租的地主 这是北约东欧的国家 也适用于租借法案 其实还适用一个国家 一类国家就是北欧国家 你像芬兰瑞典 也准备要加入北约 那么这样一个租借法案 让这两个国家可能更加愿意加入北约 因为只要加入北约的话 就可以适用于这个租借法案 所以租借法案可以扩展到北欧的国家 这也对于北欧国家有足够的吸引力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就是无论是租赁也好 租借也好 其本质是什么 它都是借 而不是送 也不是赠 赠与的赠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 你要连本待息 要还钱 美国人的本质是什么 美国人是商人 既然是商人的话 就需要做生意 这个生意呢 怎么做 就是有借 有还 有买 有卖 这才是一个生意人 但是我们知道 美国呢 就是要借钱 帮乌克兰去打仗 帮欧洲去打仗 这就是借钱的本质所在 而且 无论你们是打输打赢 你都得给我还钱 美国呢 是稳赚 稳赢 这就是美国 那么 美国人会觉得一点 乌克兰没有钱还 没有钱还怎么办呢 那就通过自己的法律 没收俄罗斯的资产 包括欧洲呢 也可以没收俄罗斯的资产 这样的话 不就不会没钱了吗 至少俄罗斯在美国 在海外有大量的资产 这个就解决了一个资金 短缺的问题 既然如此的话 美国可以拿走 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 作为资金 来还给乌克兰 然后呢 从中再扣掉一部分 租借的钱 这里里外外 其实就让美国 挣到了钱 但是有一点的话 我们再看看这个逻辑 既然你拿走了 俄罗斯海外的资金 资产 那么俄罗斯必然就会 拿走乌克兰 更多的土地 这个事情 对美国来讲的话 是好事还是坏事 肯定是好事啊 我们之前和大家 已经提到 俄罗斯是以土地 换制裁 这个对俄罗斯 也是比较划算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 为什么说对美国 是好事呢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以及欧洲之间 将会因此仇恨的种子 将会是越来越多 而且俄欧之间的矛盾 也会越来越深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 欧战的冲突将会升起 那么美国呢 将会是置身事外啊 就算俄罗斯和波兰之间 发生了冲突 美国也未必 真正的出兵来介入 这就是美国要把自己 放在一个超然的位置 大政该政的战争前 这就是美国的一贯的想法 所以租赁法案出来之后的话 对美国是利好 对其他国家又是一个陷阱 好了 今晚八点抖音 我们直播不见不散